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干啥呢 干做伙伴的 门关上 来 啥意思 孩子呢 在我妈那屋呢 这一天我都没看着孩子 太响我给抱过了 你给我回来 还有啥事呢 班 说有啥事啊 还得给我提醒一下是吧 那我想这半天要提醒一下最好的 派出所 派出所啊 您派出所说了 仅其明天才能送回 我跟你说明天的事了吗 我问你今天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起咱就挂不上了 还跟我耍瓶嘴是不是 非得让我发火是怎么的 我发现你有时候吧就是这样 老动不动就发火了 这晚上往这一蹲确实难受 这岁数大了肚磨得好 不愿意是吧 不愿意倒是愿意但是 说 错没错 错了关键错在哪儿你知道吗 错还是在你身上 但是你听我解释 你别你别动动 就当你一人之身一人 勇闯派出所 哗哗就冲到派出所 就派出所那人跟前的时候 真的征服了我 就你那种哗舌舌舌舌舌 往前从 为旧老公 还不惜一切代价 哪怕自己的容颜 和和和自己的所有的一切 就那个时候 着实地感动了我 哎呦我的天 就你跟这样一个媳妇 能生活一辈子 你感到无上的光荣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你已经当中出场了 为此给你造成精神上的词词 所以说就是我在这里 向你表示是深切的哀悼 不不不不不 就深切的关怀吧 就你精神上受损失了 那叫慰问 精神深切的慰问 还有呢 还有就是 发现自己在工作上 确实有疏漏 这是我的问题 这一点我 但同时 我又找到了商机 啥商机啊 就是 以后可以专门给人家送货了 你这不就给人送货送出的事吗 不不一样 真不一样 这回送货 挣钱就比以前多了 真的 比以前多了 比以前多多了 那你这多挣钱 怎么不早说呢 这不刚说到这儿吗 那都能多挣钱的 腰板还不硬啊 你还蹲着干啥呢 那意思就是 能多挣钱 这 这 这一样就翻过去了呗 翻是翻过去了 但是你要想获得我的原谅 还是要付出些实际行动的 不还要去 你回来 就知道孩子 你心里还有没有我了 啊 我这好不容易腾点地儿出来 我容易吗我 我去哪儿去 那那半天就是琵琶会儿改表场大会了是吧 哎呀我天啊 哎呀这家伙 你早说我呀 我这家伙 这家伙你早说我给你讲 打鸡小水 哎呀我天哪 来了都有了啊 把向右看 切 向前看 哎呀 他自从我们这个板车队成立之后啊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大关注 你像这个报纸啊 啊 广播呀 电视啊 啊 都对我们进行了一圈 宣传 这对我们的工作啊 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鼓 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于是乎呢 我就想到了一些事情 啊 我们现在的经营范围啊 还是太小了 现在我们无非就是 给搬个家具 啊 弄个电器 这个帮个家傻的 对我们来说呢 利润太薄了 我们现在处在啊 市场经济 好多物资要流通 你运过来 我运过去 他要这个 他要那个 大的人家这个货运公司啊 人小单人不接 所以说你们就应该多跑一跑 你像火车站呢 这个码头啊 汽车站呢 是不是要有人占领 啊 看那有没有什么活啊 别人大的物资公司 就相当于什么 一张大网 你踹一踹 把大鱼全打走 一楼的小鱼 哈哈哈哈就过来了 我们干什么呢 往这些小网 咔一蹬 就给它一网打尽 还有一个就是 我昨天呢 把咱们老厂 那个供销科 那个徽章制度 翻出来看了 我觉得好多地方也应用于我们 你像这个 请票价制度啊 这个岗位责任制啊 对不对 对我们都有用 你比方说了 你占领了这个岗位 他占领了那个岗位 你比如说你在车站 你看你这种活你拉不过来 你赶紧告诉我们呢 我们抽啊就 就过去了 他那有话 我抽啊就奔他那去了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你一定要守住你的岗 哎 你也要守住你的岗 我的也要守住我的岗 哎 这样一下子 来 咱们 就全都有岗了 对吧 到位了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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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大厦 行 给 姐姐 你和这姐姐先玩上 我回屋那个弄点吃的去 哎呀 等会儿啊 干什么你 我的我的 抄什么抄抄 小野种 哎 站住 你刚才说什么 说他小野种咋了 行 我让你说 你说 你干什么 我再挑你了 哎 我不要别打你了 别打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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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我儿子 你打我儿子 我让 干啥打我儿子 你干啥打我儿子 就那小秦 啊 整天娘娘叽叽的 可不是嘛 他能干出这种事来 你当时是没瞧见哪 哎呦老天爷 耗着姐姐头发 那就不撒手啊 你说我自耳归呢 我都舍不得耗 能让他那么耗啊 看见我那揪心呢 哎呀 气得我呀 那眼泪劈了啪啦的 往下掉似 不是 他这么大个人 能干出这种事 真是让我想象不到 啊 孩子自己 闹 闹点别扭 能怎么的呀 这多大个孩子 他还动上手呢 这就是你不在 你要在就好了 钱金大哥在吗 这是不是他呀 肯定是他呗 小秦 我想问你有完没 我 我 钱金哥 完了 你看今儿这事 真对不住了 我回去问清了情况 是我儿子 先抢了锦金的玩具 对不起了嫂子 是我太冲动 没问清情况就 真对不起 对不住了 那小秦你这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钱金哥 干啥呀 我看你这是想逃啊这是 啊 你给我说说怎么回事 啊 我还以为你受多的委屈了呢 弄了半天你把一小秦呢 你跟花瓜似的 我 我没怎么他 就那么糊了两下 他就变成那样了 谁知道他怎么那么 不抗躁呢 你等会儿 你糊了几下 两下吗 说实话 你再说实话 你跟我这话全呢你啊 没有后来就真的被拉开了 就没事了 你说孩子之间闹点别扭 你说当大人呢 至于这样吗 啊 跟人说说就不行啊 啊 那你说以后怎么 咱跟人一小秦见面 哪有这样的呀 是不是啊 可你生活了十几年 这身边躺着一个女侠 你干嘛 其实我一直对你都挺仁慈的 我天妈呀 你那意思我要稍有不敬的地方 你这家伙 清洗就把我也整他那样呗 这委屈嘛 有啥可委屈的呀 是不是啊 行了 大姐 时间不早了 回屋抛脚吧 谁打发我 把母性打发呀这是 你说咱板车队就板车队 给运输公司搞啥竞争呢 是不是有点冒了 谁跟你说竞争来的 我跟你说竞争了吗 那是啥呀 我是跟你说来学习来的 学习知道吗 好好好 你看 这又来了 你就别打了 但是多好一天了 不知道在哪儿呢 好 公有板车队 你好 来 这是我的名片 那咋丑女这么眼熟呢 这 这是我们队长 你看 报纸上报纸的呢 这那个是 这假的 大照片啊 向前进 向队长 就是他 来好几天了吧 干活啊 干活顺路过来看看 咋的 咋的 上我这抢活来了 不是 不是 只是看看 不过这护卫公司 没有板车的活啊 这 这 生意是谈不上 你 你们这一车 顶我们可能一天的 真是 可能我们在这儿 看啊 学习啊 耽误你们的生意了 没有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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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们就在这儿待着 住这儿都行 我这儿不怕看 不怕学 这家伙 来 小气人 有道是 龙游浅水朝霞蟹 虎若平阳受犬漆啊 看够了吧 别发这种牢骚 还什么犬气掩护 人家是虎 咱现在也最多算个犬 好好努力吧 走了 走 把桌方好 哎呀 啊 啊 马上就一晚上哀声叹气了 走啥呢 我就琢磨你说人家咋就 开上那货车了你说 别人家那一车货拉的 你得看我们那一车货拉的 十车也顶不上一车呀 人家那是什么车呀 你们那是什么车呀 这不具可比性用 那倒是 你就那么一说 就着急啊 你说天天就在那蹬啊蹬啊 十天半月吧 给老杜那拉一次货 他也不解渴啊 你呢 观送家具吧 电器吧 搬家啥呀 这没啥意思 你这玩意 那十几个兄弟 哎呀 啥时候能开上那货车 大家都给点啥子 能不能想点实际的呀 实际的这姐姐 是怎么说能开上货车呀 我跟你说点实际的吧 嗯 明天带姐姐去了几个音乐班 真心的贵呀 有一便宜的 确实离家太远 你这实际的要钱呢 你这实际的 远怕啥呀 远咱有车哥呀 你有啥车呀 汽车还是板车 说清楚了 汽车和板车 它俩区别不大 汽车烧的是油 我烧的是包子 怎么就烧包子呢 烧包烧包的嘛 烧包 没包子我哪有劲啊 对吧 睡觉 不听你爸在这扯了 把镜长得没用呢 长得我们都不想睡觉了 来 闭眼睛 闭眼睛吧 听妈妈的 闭没闭呀 闭了 我看他眼毛胡扇胡扇 胡扇跟他扎呢 是吧 看故事是吧 好好好 您老去办事回去吧 帮你办事 董事长 你找谁呀 吴总在的 吴总出去办事情去了 你是不是办脱印呢 不不不 我跟吴总是朋友 我过来看看他 好 那您等一会儿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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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不是 你还有完没完啊 这咋还跟进来了呢 我没时间跟你啰嗦 我这等客户呢 不是 你先出去行不行 出去出去出去 好 你放心吧 这个货呀肯定给你按时按时 还给你送到了 你别整整整 来啦 快快进去吧 吴总等你们的 快点 您 您是哪位啊 我是吴总的朋友 吴总朋友 那要不去接待室等会儿 不用不用不用 你快你忙你的 来来来来 那行 好 谢谢啊 好 来好 吴总 那是那是 我们肯定按时按点都给您送到了 来来来来 来 倒点水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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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这样 那个有什么事再叫我啊 我就随时候着 喝水喝水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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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董啊 哎呀 这这这这锅就扣你了 没事儿 行 来一下 来就这样 老张啊 啊 这个 合作愉快 好不好 那行了 我给你送送送送送 不不不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送送送 来来来 来来来 好 好啊 那我就 行了 那行了 我替你送 我来 走 来 吴总这人才好大 好大 好人 哎 说你咋还没走啊 领导不走 我不走 上班呢啊 这家伙 这别送我了 不是 您抢 您抢 一路平安 好 先收岗位啊 真人敢 你咋又来了呢 干啥来了又啊 这个活好是吧 活还凑合吧 我们公司规模好像挺大的 还行 这挂着 师傅 我跟你打听个事 说 什么叫零蛋 啥玩零蛋呢 那叫零蛋 现在是市场经济 做买的人多了 来回得运货吧 是吧 对 一些小的买卖 顾大车顾过起 是吧 有些货呢 还不够一车 哎 我们就把这些货 凑出一车 嗯 这样分担到各家头上的 运费不就低了吗 嗯 哎 这就叫零蛋 啊 零蛋 我让你给带一下 哎 没事没事 我来我来我来 哎呀 真好 哎 大哥 哎 你是不是来找工作来了 你那板车不登吗 对对对 想换个挣钱的碗子 行 那你过来吧 这肯像我这干开汽车 肯定比你登那板车强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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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啥照啊 照 假照 也没假照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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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假照就好办了 回来我跟我们副经理说一事 一句话的事没事 嘿嘿嘿嘿 太好了 嘿嘿嘿 回头要是成的话 请我喝酒啊 哎呀好好好 姐姐好听不好听 好听 再听啊 嗯 好听吗 错了 错 错 错了吗 是我故意谈错一个音 哎哎我问你 你们是真打算让孩子学琴啊 嗯 这前进说有那么个想法 所以特地来找你 让你来看看嘛 丽华我跟你说 这学琴哪 不光是对孩子跟大人的考验 这对工薪家庭来说 这也是比不小的开支啊 啊另外我问你啊 你让孩子学琴是打算让孩子将来出名啊 还是 出啥名啊出名 这工人家庭 嗯 我跟前进是这么想的 这一个呢 是想说培养他一下 对吧 至少以后别跟我似的老唱歌就跑调什么的 第二个呢就是 这孩子可能确实是好这个 我们在家吧 他小舅只要一弹琴一唱歌 那孩子就不哭不闹的 两个眼睛直勾勾盯着他小舅 后来我跟前进我们俩就商量说 他可能是喜欢 这不就前进让我带着来说找您吗 让您给看看 你要觉得行 你说花点钱那就花点钱呗 那你要是觉得不行的话 那就算了这事 咱们孩子确实有天赋 是吗 嗯 既然是这样 那就 以后你每周带他来上完大课 就来找我吧 我再单独给他辅导一下 啊 哎呀这 这好那么的嘛 哎呦 咱们这关系你说啥呢 要老是这么客气 你就别来找我了 那行那肯定不客气了 干干啥干啥了 来姐姐回家了 待会儿你俩给爸爸包喜极了 这家崔教授大英交团弹琴了 哎呦 以后咱天天都弹琴好不好 哎呀你妈我可听说 咱们前进成了名人了 哎呀名啥人啊不就上个报纸吗 那啥 这官方语言叫上叫 在就业明星 对对对 哎呦这这拉板车能拉成这样 也不容易啊 他就瞎折腾呗 好这个热心肠 好 到 到 这个 好 走 往后走 来 好 好 好 在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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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哎 这边 哎好 那个再往后靠 好这个 哎 再往后靠 这个往后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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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 不是啥情况是这 从早上到晚上嘞 你想安排我呀 安排 这到晚上了请我吃饭呗 哎呀那求之不得呀 吴总 您要是能赏脸那太好了 哎 地方 你挑 你先去吧 行我先上去 哎呀 哎呀让我挑啊 哎 走 跟我上车 哎 哎 哎呀 老乡 就这儿吧 看不过您 长本事了 不回来吃饭呐 您要招呼也不打 前天早上走的时候就说了 今天要删了本车队的事 咱可能不回来吃了呗 那咋外头吃啊 看命咋那么好呢 啥娘仨在家粗插大饭蛋 他在外边大鱼大肉 好意思啊 妈 哼 不就是个板车队长吗 顶多是个网眼大的干部 那尾巴还跳到天上去了 那又再长点本事 那不就成全是美了 哎呀 他一个大老爷们就一顿饭不回来吃 怎么还能上上到尘世美呢 你看你看 妈妈 就是这儿护着他 不怎么不就是为你好吗 哎 你用不着管我 你管好你自个儿就行了啊 那我等会儿吃 你 嗯 开车呢我不喝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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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董 你千万不要笑话 嗯 我喝一下这口酒 才敢正儿八经跟你说话 嗯 说 五董 别看你 年纪比我轻 应该你是我的前辈 我是诚心诚意想请教你 你是管开车的 我是管拉车的 我们都是跟轮子打交道 应该算是同行 对吧 我再喝一杯 你你你慢点喝 你慢点慢点喝 不瞒你说 我以前呢 是在老北方厂当车的地方 这厂子不景气下岗了 没别的活干 就去拉本车 怎么说呢 我一个人无所谓 可是我手下还有十几个兄弟 这我知道 叫公有板车队 都是你们老厂的 吴总 你连这都知道 都是冲着我来的 我怕对不住兄弟 这几天我都看见了 你虽说是个老总 可干几活儿来 跟普通司机一样 大家都服你 你先别给我戴高帽啊 我也就是个开车的 说实话我是害怕呀 我害怕对不住我这些兄弟 其实我们干这个活儿 无非就是给人家送送家去 送送电机 偶尔帮人办个家 现在下岗的人多了 都来干这一行 活儿又那么多 我就在想啊 真是想请教你 帮我出出主意 怎么我才能把这活儿干好 哎呀 向队长啊 你就知道 我能帮你这忙 你是好人 行 你在我这儿也蹲了好几天了 哎 我倒要听一听 我怎么能帮你这忙 那好 我看明白了 吴总 你这个公司 是搞零弹运输的 对 也就是说 你把货拉到公司 有这家的 也有那家的 人家客户要求送货 大活儿呢 你就派汽车 小活儿呢 派汽车 就有些不划算了 嗯 明白了 你是想承包这些小买买 哎呀 你说对了 我这个人哪 不贪心 给我点小买买就行了 也就是说呢 我把 一车整货拉回公司 你呢 再负责挨家挨户的 送货上门 大活儿我送不了 小活儿我有优势 嗯 那你说说 你的优势在哪儿 嗯 货到你这儿 嗯 你得给人送 因为客户有要求 嗯 现在路上车多人多 嗯 路又不好走 装货 洗野货 这大半天就过去了 对 如果说你派的车 去跑长途 挣得比这多 对 我这小吃便宜啊 也这客户 也省钱 嗯 这两下里的都不然 不应该是两下 三下都划算 行呢 行 老乡 想得挺明白啊 但是呢 我这个丑话得说前头 你看我们这公司啊 打的牌子就是诚信 假如说我把这活儿全包给你了 这保证金 你能出多少钱 毫符 来 毫符 毫符 来 来 来 吴总 我跟你说一句实话 除了我这个人 和我那几个兄弟 我是一分钱保证金 都给你拿不出来 那这事 可不好办 但是吴总 请你相信 我有这个诚信 如果说 你非要让我给你 拿保证金的话 我可以把房子押给你 真贵 不好了 我们睡觉 妈妈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爸爸今天会晚一点 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 妈妈让爸爸亲亲亲好不好 乖 你俩一睡觉了 把个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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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人好 是这儿吗 到了啊 是 是 这大厅都都是我们家的 大厅 二楼已经不容去的 咱俩 咱俩 这边啊 我跟你讲 好 就是我们这 都亲如一家 看见没有 这谁家东西 你都可以随便游 好好 喝成这样回来了呢 这就是我亲爱的宝 就是我亲爱的吴总 再爱着高丽华 对 高丽华 喝点儿高兴喝点酒 喝酒 本来应该我花钱给这吴总 掏钱可丰盛了 那行了 我冒昧地问一下吴总 我呼吸呢 屋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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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吧 屋里 屋里呢 屋里呢 那样我得带 去去去 赶紧找呼吸 那啥 那是给吴总 叫呼吸咱再喝点 拍个西红柿 再拍个茄子 我拍 我在这儿拍 对 走吧 那不好意思啊 交给你了 行行行 白天来家里玩吧 咱有个试菜 好了好了 好好再喝点 吴总说他说什么 吴总说 去锁车 让你沙发上等他 回来再喝点 再喝 他拍个咱们 好 好 好 向队长 嗯 终于醒了 嗯 你咋睡沙发上了 几点 八点了 丽华和姐姐呢 上班上学了 咋的呀 心里只有你老婆孩子 你咋不问我呢 我能报他生意都没干 就在这儿等着你醒 是我妈 等一宿啊 等一宿 那行了妈 那我谢谢你了 我这儿还有急事 哎呀你别走啊 我还有花呢 我知道 等我晚上回来 我再向你父亲请对付 我先走了 啥事这么急 据一位叫李大爷的人称 他是一位献血志愿者 他不但自己献血 还带动家人献血 这个行 这个行 这个好 像这个吧 你们哥给你再积进行 义务献血光荣 对对对 这是正经事 大哥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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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血一份爱 这个我正快地醒了 出来了 得到齐了 得到齐了 得到 都到在这儿了吗 那好 我呀 跟大家说这事 大家听了以后呢 别太激动了 我说完以后 大家再讨论 你让我给面子 是 说呗 嫂子 你早上走得比我还早呢 啊 这不送紧家吗 嘿 怎么着 总因我哥喝那么多酒 你生气的呗 生啥气啊 我要生他气的话 早被他气死了 还能活到现在啊 不过你是他妹妹哈 我就跟你说话实说了 嗯 就昨天俺俩说好的 说让他早点回来 姐姐头一天上音乐班 俺俩先回去碰碰 这家伙好 等到二十半夜了 他才回来 结果还让人给送回来的 那他倒沙发上 我跟你讲都没人醒了 早上我跟姐姐出门的时候 这家呼噜还打呢 我老天爷呀 哎呀 小子你受委屈了啊 啥委屈啊 你知道我是担心啥呀 你说这日子刚过得好点 那就不能翘尾巴 你说他当一队长 那就这么起表录作用啊 啊 是不是 我看他这也就是睡着 不省人事 但凡他要醒了 我跟你讲大耳瓜子 我就呼他 行 嫂子 到时候我跟你一块儿呼他 说好了啊 说好了 这大嘴巴呼谁呀 顾嫂俩聊啥呢这是 那啥 就是我哥呀 昨天喝多了点 我嫂子生气了呗 钱金昨天晚上喝得让人给送回来的 就他妹妹 人家怕我生气 特地给他哥求情来了 别说了 这钱金咋还能喝多了呢 行 没事 你赶快去忙去吧 晚上我去接小斌和姐姐 行 那麻烦嫂子了啊 是 走吧 走了 杜老板 我走了啊 再见啊 好 哎 丽华呀 我跟你说啊 这男人喝酒啊 那是必须的吗 我明白 特别能理解 你说这大冬天呢 外边跑一天 谁还不得喝点热和酒 暖和暖和是不是 再说了 钱金也算上过报纸了 有点应酬也是正常的 就跟你做生意一样嘛 对不对 是 他这人吧 反正就实在点儿 肯定是人家的 劝他就喝了 他要大方能跟你似的 那就好了 这咋又扯我这儿来的呢 我是说你有酒量呗 别跑 这哪儿跟哪儿呢这是 有这么糊涂的 吴正儿 嗯 这靠谱嘛 我的信用你还信不过呀 你我当然信不过呀 可这帮哥们儿 我可是第一次见的 你放心啊 不管出啥问题 都算我的 要是不出问题 你今天雇车钱 你省大部分了 要不没多少钱哪 这叫积少成多 不是我不愿意给你送货 你说你这点货 我这儿弄一辆车 杀鸡何用载牛倒 再说那装车啊 卸车给多半天都不用 俩工人跑长途都比挣得多 是不是 你说你要用他们 你给省多少钱呢 是不是 哎呀 大成 就准处您这金字招牌啊 不同意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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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老板同意了啊 这活给你们了 看着我的面子 别把我面子掉地下啊 你放心 我们老北方厂四车间的人 各顶各的一顶一 行 石老板 你这些货 我就是一个图丁 都不会给你丢掉 行 那就人地 装车吧 来 黑子 快装车 来来来 坐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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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轻点啊 好好整啊 好好好 没有钱老板 屋里坐会儿的 快来来来 可以吃一天中啊 来 来 来 你看 石老板 这我可不是吃你了 我这小车啊 虽然说小点 但是我离活呀 我站在那儿 我绕着红利灯 我咔咔咔咔咔 就那拐罩 赶出来了吗 我还有呢 这一个车一个人的 是不是 那发运气的 我不跟你要钱的 我拿免费的 这都跟你要钱的 当然了 别熟了 天气就打了 来来来来 走 来来 哥几个 赶紧去 哎 行了 来 石老板 我看看你这库房 行吧 哥几个你先赶紧装啊 赶紧装啊 赶紧装 老板 我也不知道 你对我这趟活 满意不满意 我相当满意 我真没想到啊 你说那大有大点好处 这小小的甜头 那是 啥也不说了 以后我的生意 全给你嘛 石老板 有你这句话 我就心满意足了 来 工钱 算了 这活儿啊 是你头一趟开张的手机 钱 我就不要了 这绝对不行 干活拿钱 那是千金利益的 你就别退死了 你要是再退死 假了啊 是是 我得签上一下 拿着了 他那天还挺早 你们回去 还能多拉那段活 好好好 哎 哥几个 来来来来 快来 我问你 人家 人家史老板说了 以后他的活都归咱了 是 在这里 咱们向史老板 表示感谢 是 祝史老板 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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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我还听 咱们哪 都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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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